Hello 大家好 我是前辈 我们现在准备去塞里木湖了 大家也知道我们前段时间办了一张塞里木湖的年票门票 本着不去白不去 是不是 好了 去之前我们先去世七 把我们从老家寄回来的油梦笋和杨梅芝给拿了 我们车里是一瓶油梦笋都没有了 上一次直播吃的那个油梦笋 还是北京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带的 我们在那个大乡路岛那边 他过来玩 油费很贵吧 对啊 你看我买了个榴梨 哇哦 偷偷买个榴梨 昨天买了 他其实很熟 应该马上吃掉了 你看他 经过一晚上他裂了更开了 冷藏放几瓶 冷冻放几瓶 冷冻放六瓶 冷藏放六瓶 嗯 这两香气过来 油费不得了 对啊 这就是我们小店上架的油梦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果汁含量是大一点60% 大宝贝 我的大宝贝 一个6瓶一个3瓶是吧 对一共9瓶 这个是我的心肝大宝贝 终于又有油门笋吃了 这个油门笋估计还能卖个半个月左右 总数库存大概是在8000平的只有 因为杨梅之士那个夜里 他寄不了那个空运 路运寄过来的 顺风都寄了有4天 也没有用能力啊 它是常温可以的 等一下我把它拆了 放到冰箱里放一点 冷冻冷藏都放进 反正我现在冰箱困了 最近也不得眨了 感觉每天都下雨 不过下一会儿就好了 哇 这样看上去还是蛮壮观的 这个锅子够大条 600米处游市平坚固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用倒装具 我也喜欢用倒装具 精神山东类 蛮壮观的 蛮壮观的 现在这个天气不好 加上已经是快傍晚了 这个赛林木湖颜色 就非常的普通 对吧 他真的很看时间的 对 一天当中 他有几段时间 就是拍出来的湖特别的蓝 我觉得是上午会比较好看 上午啊 中午啊 都比较好 这也太冷了吧 海拔两天确实不一样 快进去 我们要吃不消了 冻死了 你本人自己帮我说不难吧 你看请见本人主要不能有班的 对 怎么了 两天三天吧 三天啊 对 两 那他本人来了 不能来了 不能来了 这边还没碰到 本人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都判三天啊 对 三天 这块就比较方便 上回刚买票的时候 搞得头疼 现在就方便了 什么意思啊 自己偷偷吃了一根烤床 你怎么知道 他牵着被你看到了 怎么又是下雨天啊 上次来也下雨 上回还好下雨 看到那个很漂亮的菜 等一下不知道有没有 等一下如果出太阳的话 就能看到 是不是玉米吗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这边都没怎么开门呢 吃一个玉米吧 这里的草是绿的呢 就是靠近网红S1里面的草层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上面有雪的 现在你看一点雪都没有 那边山上都没雪了 对 之前雪街还挺明显的 是 会不会就我们那个时候来 还比较不错 风景 我准备做个番茄招蛋 你看这个番茄 这个就是小时候吃到过里面 番茄吗 巨香 通红通红的里面 番茄味很浓 对 软 他们新疆的番茄就少 我们一个番茄炒蛋 然后再吃一个油蒙笋 还有别的菜吗 新疆炒牛肉 炒牛肉 OK 你要尝一个吗 喂我一个 你说干净吗 干净 刚刚洗菜了 怎么样 我专门留了一个可以当水果 哎呀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很甜 这个像那种小番茄 对 小番茄那种 好吃 这个真的可以当水果吃啊 你自己看他这个 太好吃了这个 这真的很好吃 我上一回吃到这么好吃的番茄 还是在新疆 是的 好几年前的时候 我记得 太好吃了 比 是像那种好吃的生驴果 有些生驴果也不好吃 刮蛋 嗯 你买这么多青椒 还有些这种就不要了 今天够 很多蔬菜 哇 今天要值得表扬的一天 这个为什么不要 不好看 不好看您是什么 我买的时候这边都还没裂 就是 他就放了一晚上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多少一斤啊 这是60块钱一公斤 等于30块钱一斤嘛 还好因为这个铁丝给它弄住 嗯 没有这个铁丝的话 我估计它只能闪掉 嗯 我们刚刚是吃完晚饭 然后这个是饭后水果 饭后水果 我最近特别想吃榴莲 然后实在看到了 我买一个吧 我先把这个铁切弄掉 你们吃这么多饭 再吃榴莲 嗯 饭吃的不多 我就吃了四碗半而已 没有 剩下应该都是大的 我觉得 拿看这里 对 剩下应该都是大的 这个你看就是大的 这个就是大的 没翻车没翻车 这个不算翻车 没翻车 没翻车没翻车没翻车 没翻车 你看你看 这个多大是吧 这个多大 它是尸包了 再放下去要坏了 先放地上 我一边再给前辈拍点视频 嗯 这样视频的素材就有了 它其实很香 嗯 但是再放下去真的要坏了 它都已经有 马上都已经有点发黑了 你看 对 昨天就应该马上得吃了 呀 这个榴莲味是蛮浓的了 嗯 这怎么叫翻车呢 你们 凭良心说这是翻车吗 不是翻车 哎呀 一定过熟了 这不应该再放一碗 杨梅汁短期的话是室温可以保存的 如果长期的话就建议放到冰箱里面 我尝一口这里会不会坏掉 嗯 就是过熟了 如果今天再不吃掉了 嗯 就是 160是打水漂了 这样子过熟 你想要你这样吃的话 你会觉得太软了 嗯 你可以把它冰冻一下 然后冰淇淋吃 冰淇淋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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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刚刚还有人说翻车的 你看 这怎么叫翻车了这么大的肉 你看 很甜的 嗯 里面有没有水鸡鸡的那张 很软 有一点点水鸡鸡 因为它太软了 嗯 其实前天吃应该差不多 嗯 前天吃 放了一碗了 留意在哪里买的 我们在超市买的 在新疆伊犁的超市买的 嗯 我买的完全被秒杀 其实前辈选榴莲还好了 完全就是 我真的是矮个里面拔高个 嗯 它没几个选择 我这个已经是 看东西形状 然后开口 相对 我一般买榴莲 现在就不买这么开口的 因为开口 就是有细菌或者什么 嗯 但是这边实在是 它每一个都是开口的 像我上一期出发新疆的时候 不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吗 嗯 然后在路上拍视频的 开出来 嗯 那个就是黄肉干包 那个是正好的 非常不错 你们先看 嗯 这个算比较薄 近一点 嗯 这个算是比较薄的 你看到它的尖尖 是有点奶油尖尖的那种感觉 它不是那种金枝塔 那种金枝塔皮是很厚的 嗯 看一下 你们先 嗯 而且你在捏 这样捏的时候 两个次这样捏的时候 能够捏动啊 证明它就是熟了 熟度 很好辨认的 很好辨认的 其实 能选中这几点啊 一般都能 或者你实在是那个你可以去拿个蹦子 胆子一样 打个小小小东西 反正你就敲一下 咚咚咚咚咚咚 有空骨 对 有空骨那个 说的 或者你可以摇晃一下 对对对 你看我这个 我就看它它刺尖尖的 然后是奶油尖尖的 不是那种金枝塔 金枝塔 大家知道吗 一个是这样上来的 一个是这样上来的 这样上来的就不行 这种皮厚 但也不是说皮厚就是不好吃 就是出油率少一点 这种咱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 对 主打一个划算 刚刚吃完饭吃完流量 然后在外面逛一逛 前面一边直播 但直播间的观众们就是 看向这边的灯塔环境啊 刚刚还没走到灯塔呢就没电了 其实刚才上面搜索的时候 90%的电量一下子4% 突然直接从4%接直接关机了 对 但是不是真的好远 这个苹果手机还是不行 你猜这才多少温度 它就都没电了 它这个电量是急剧下降的 风一吹 直播还没有 直播间还开着呢 我赶着回来啊 马上一充电 它就马上开机了 如果是没电的话 它要充一会的是不是 对 你想想看 14%的电 它有14%的电 其实就是它掉电很快啊 可能风吹了 太冷了 你这个苹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问题 它才几度啊 我一插上去 它就10%了 然后赶回来 把直播给关掉 直播间还有一百多个人 人家肯定很奇怪 就是说 怎么点击 主播离开了 点进来是黑瓶 那我把我的榴莲给放碗 放冰箱里 你自己都流鼻血了 你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手啊 发热 就跟小时候玩雪回来 嗯 就是热了 好了 我把电脑打开了 开始半工 前辈在洗碗 你烧热水洗的是吧 嗯 不然的话洗干净太冷了 但是你水得省一点 水可能不多了 房车里面只有一半的水了 刚我烧了热水洗了个碗啊 趁油热水 我是把脸的装给卸了 我刚看一下那个温度啊 有12、3度温度计 外面那个 只有12、3度了 对 那半夜会更冷一点 我们有被子两条被子 是两条被子 晚上你改两条被子 昨天在伊宁市区的时候 我觉得一条被子半夜有点冷的 我还好 我刚刚把网店的工作给做了一下 然后开始剪视频了